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齐立峰 那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本叫做 理想的读本 就是 他有个副标是国文一 那 我看他的编辑后继是说他准备预期要出六册 那我旁边这边是国文二目前出这两册 这样子 那这个书当然他 叫做理想的读本看起来很像课本 他其实并不是课本 他算是一个自修啦就教科署补其他的补充资料 那为什么他不是课本其实就跟那个我们 大家记得的话两年前有一个这个 文白之争有关就是 108课刚嘛那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啊文言文要调降 然后另外一派就认为说啊不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当时有一些争议 但这个争议事件我们就 细节就不要讲了因为到时候被出征 对不对吓到吃手手 那重点就是说 后来大概是稍微调降了一些啦 就是我记得高中最高的比例可以到45% 就等于说有55%一定是白话文 那只能有45%是文言文 那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 在这个理想读本里面他选的 文言文比例其实高达60% 所以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喔那他就是挺文言文啊什么 其实也不尽然啦 因为我在这个书的后继 我可以念两段给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看到这个编转者的用心 还有他们的独具慧眼 那在398页 这个 编辑后继说 对于文言文与白话文比例之争 我们也有我们的看法 我们学习文言文呢 是为了读懂祖先的智慧与经验 进而建立我们与传统的联系 文言文在现实生活里已经失去主要的应用价值 但是文言文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他记录并承载了我们整个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资产 不只是简单的表达工具而已 那确实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就是说你如果问我古文在现在还没用 他确实是没办法用因为他不是我们沟通的工具 我现在跟各位讲也不会是文言文讲 但是呢你说文言跟白话可以完全断开吗 其实也没办法 这他断开锁链对不对 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用成语啊 我们现在讲一些谚语他其实就是文言文演化的过程 那在这背后呢我们就知其然 也可以知其所以然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文明眼镜积累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完全不读古文 还是会有点状况的 那这个书看起来好像说 白话文变得比较少 他是不是不重视白话文 其实也不然 在这个 399页另外一段他说 简单来说 我们用文言文认识我们文化之所游出 透过白话文认识 理解当下与未来可能的世界 所以我们强烈的认为 白话文的文本应该包含更深刻广泛的世界各地文学 重要的 著作翻译 不管做不做得到 有些白话文学应该以 书籍 以本为单位 每个高中生在毕业之前 应该被要求读完几本白话文创作或翻译的书籍 这个对 白话文的想法也跟我比较像 就是说 我们以前高中大概都是截录 而且都是 截录一两页因为 实在说真的这也没办法 课课程时数有限 那但是呢在这本的这个理想读本 各位室友如果可以看的话 看到内容 他其实他选的白话文 篇幅是蛮长的 比如说像第14课 我看他们选的是蒋梦宁先生的西朝这个书 他选的腹集西行这一段大概就有10页 篇幅很长 但是我看了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其实提到一些比如说 他是讲蒋梦宁先生他赴美留学的经验 刚到美国的经验 那我们知道蒋先生是 1909年 就是宣童2年的时候到美国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大清 中国还是地制的时候 那 蒋先生到美国他就入境的时候 入关的时候他就有个体会 就说明美国明明是民主自由国家 但他觉得 国家权力啊 警察权力好像比中国还要大 因为他觉得在中国天高皇帝远 虽然是君主集权 但他就 感觉不到那种压迫感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另外一个是说他说他要入境的时候 船衣特别来检查 看他们有没有杀眼 什么因为他们是华人 好像 这100年来 东方人尤其中国人都被认为说啊 病毒代源 有病的 我觉得从这个西朝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就 后来就去买了这个 蒋梦宁先生的这个 西朝的这个 等于说这整本书嘛 他是蒋梦宁先生回忆录 这也是一本旧书啊 这是一本经典之作 那 我看 实际看就觉得 也蛮多有趣的地方 他说他 因为他在五四之后接任蔡元培先生 当了北大校长 那五四之后呢学生的这个什么 罢课啊 然后抗议就变常态 甚至他们抗议的原因是说什么 他那个 村 村假旅行 就校外教学 然后学校补的那个津贴 旅行津贴太少 然后这样也要抗议 然后还有说 讲义费 就照说讲义费学生要自己出钱 那学生 不想叫罢交 这就也抗议 这个 这个已经 觉醒到一个新的层次 已经难以想象 所以我觉得 读这个看当时的状况 就想象 原来武士运动跟我们想的也不太一样 那回来说这个 理想的读本这个 我觉得他其实 蛮推荐给各位 你如果是高中生 或是你们家有高中生的话 其实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 有这样的一套 那 当然啊 我觉得讲到 这种什么补充教材啊 自修啊 大家就想到以前我们高中写的那种 就是说 整本都是 练习题 然后 从早写到晚 然后写完之后 早自习又小考 然后又考解释 考翻译 我觉得这个是 国文科 现在一直被乡名 觉得是最废的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说真的我们以前的 国文的教学 还有国文的阅读 确实是有一些填鸦 有一些不合时宜 但我觉得 这 几十年过去整个教育的大方向已经在变化了 如果各位稍微知道那个108克刚的精神 他们其实一直讲一个很重要的词 叫素养 那素养当然也是一个坑啊 因为有高中老师跟我说 你去问十个老师 会有十一种答案 就素养到底是什么 那就我自己的理解 素养他其实就是一种内化的能力 一种可以带着走的能力 那你说以 国文来说 以 人文学科来说 素养是什么 人文素养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 大量的阅读 然后累积起来一种 史观 历史观 就是说 文明是怎么演进 文化是怎么积累 那 这个唯有透过我大量的阅读 而且不只是古文 古今中外 然后不只是单篇文章 是我 对整本书 整本著作 整套著作做一个完整的阅读 所以了解 那我觉得像我刚讲的就是一个 很好的阅读素养的经验 就说 我读了单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趣啊 那我就自己再去找整本书来读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 我之前没有看过 我孤陋寡文 然后 这个是一个新的世界观 让我对本来的 所熟知的一个稳定的历史知识 是有一个新的理解 方案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阅读素养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以 就是 推荐给各位啦 他现在目前 理想读本子出了两册 那预计是要出六册 所以如果说 你是高中生 然后你要 就是其实不是高中生也可以读啦 就是 我想要 多读一些以前过温课可能 读那些轮雨梦子啊 我还想再看一些别的 有没有就是不同的文章 那 这个 理想的读本这个系列 这个是 一如香文化事业 出版的这个书 可以推荐给各位 谢谢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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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有学过 行 我不想 可以